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短暗一次在长暗的方式开启遥控器 将飞行器放在水平地面上 开启飞行器电源 通过WiFi连接遥控器与移动设备 连接成功后打开DJI GOES APP 检查飞行器状态列表中各项状态是否正常 起飞操作 下面以默认的美国手为例进行演示 先将两个摇杆同时下拉到最底部 向内摆动 讲页转动后向上轻推左侧摇杆即可起飞 你也可以点击APP上的一键起飞按钮 向右滑动确认 飞行器自动起飞到1.2米的高度 并悬停在空中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些基本操作 左侧摇杆向上推为上升 向下拉为下降 向左推为逆时针旋转 向右推为顺时针旋转 右侧摇杆向上推为向前飞行 向下拉为向后飞行 向左推为向左飞行 向右推为向右飞行 怎么样 是不是简单易学呢 最后进行降落操作 降落时 将左边的摇杆下拉至最底部 停住三秒 待桨页停止转动后 即停止飞行 你也可以点击一键降落按钮 向右滑动确认 就能完成自动降落 那么我们的首次飞行就圆满结束了 编辑分享 接下来我们可以将刚拍摄的视频和照片 进行及时分享 在DJI GO App中 点击进入编辑器 制作影片 筛选已经缓存到本地的图片和视频 进行编辑 在制作影片中 你可以对素材进行调色 尺寸修改等进一步美化 还可以在素材中进行转场效果选择 App中还有丰富的自定义背景音乐可选取 新添加的三种音乐模式 使得影片更具有趣味性 多样的滤镜模板和标题设定功能 让你的影片与众不同 编辑完成后 不仅可以上传到DJI社区 还能同时分享到微博 微信朋友圈 Facebook等多种社交媒体 是不是很令人心动呢 赶快试一试吧